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邀请太太出去吃饭看电影 太太很开心 可宫一继续加得有声有色 下班后仍就去找情妇缠绵 完事后看到楼下等会的金之赖 他很郁闷 金之赖逼他 现在回房间去提分手 或者再次发短信给情妇 宫一不愿意 金之赖劝他 等出会的事情败露 你还是会选择你太太 宫一扎得理直气壮 他说他不介意 我结婚了也不介意 但宫一承诺不会再见他 借口很在意分手的方式 金之赖就说资格会如实汇报 宫一求他不要 就这样 两人再次去了旅馆 这次的金之赖不只是亲他 还帮他咬 夜里宫一回到家 太太在洗澡 宫一打开浴室门打招呼 我回来了 太太紧张到蹲下 晚上没睡好 白天看下属妹方爱时 邀出去一边喝咖啡一边看 坦言最近睡眠质量不好 很快 她的办公桌上就出现一盒住棉饮料 很明显是下属妹送的 周末 宫一陪太太购物 调了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向太太道歉 最近都没怎么带她出门 当提出一起去旅行时 太太忍不住要哭了 还拜托她和自己分手 宫一紧张到不行 以为是出轨的事情败露 太太坦言 自己找人调查她 试问能索要更多赔偿费 结果她没有任何不忠的证据 太太有一个在交往的人 已经超过一年 问问那人她要和宫一离婚 宫一很郁闷 打电话给金之赖 问她是不是知道 太太派她来调查自己的原因 金之赖并不知道 她很快拆到她打来是因为和太太发生了什么 好奇她会离婚吗 正说着金之赖的男友来了 宫一听到她那边有人便挂了电话 男友问金之赖对面是谁 金之赖诚实道 很久以前就一直喜欢的人 气得男友砸酒瓶变成了前男友 宫一站在大街上想起金之赖 两人相识于校园 金之赖对宫一见钟情 宫一离婚后便搬家了 金之赖提了一打啤酒上门 当作搬家礼物 进门后没多久 金之赖问宫一 前辈想和我交往吗 宫一没答应 金之赖没邀请她 偶尔出来喝两杯 联休的时候泡个温泉 说完便跪下腰咬她 宫一很快享受了起来 就这样金之赖住了下来 洗衣服时 拿出宫一的内裤 一脸享受的闻了闻 犹豫了下 又拿出来穿几个身上 打扫卫生时 看到茶几上的同学会邀请函 她陷入了沉思 夜里爬进宫一的被窝 问她是否要参加同学会 担心她在同学会上 对女生来久不惧 金之赖暧昧的吻她 宫一挣扎开 明确答复她 不会去同学会 金之赖紧紧的搂着她 一起整整一个枕头露睡 宫一在公司开会时 碰到之前的情妇 对方听说她离婚了 听私下问她 是否是因为自己 宫一表示 当然不是 晚上 宫一在沙发上看书 金之赖撒加油亲亲 宫一不给 金之赖就说她小气 躺在她腿上 要她躺耳朵 宫一不要 金之赖就主动搬她 宫一心安躺下 隔天晚上 宫一刚骑车到宫一楼下 便接到情妇电话 立马赴约 对方直言 上去见面 结束的太突然 很想她 说完面头怀送抱 美色当前 宫一当即被点燃 把对方扑倒在床上 完事后到家 已经有些晚了 金之赖抽着烟等她 宫一有一点心虚 闲聊了几句 便洗澡去了 夜里 宫一发现 金之赖偷查自己手机 怒气冲冲的抢了过来 金之赖很生气 气宫一优楼寡断 和她情妇没断干净 宫一扎得不卑不亢 还劝她 自己不是 值得她这么执着的男人 金之赖反问宫一 你以为 所有人都在找 帅气人好 又爱自己的完美对象吗 感情不是这样的 说完她便离开了 之后几天 宫一在家实不下眼 落寞地看着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蒂 终于忍不住拨了个电话给金之赖 问她做什么 还在生气吗 邀请她 现在出去喝酒 金之赖信蓝前往 大方承认 自己是那种被喜欢的人召唤 就会飞风而至的男人 饭后 金之赖跟着宫一回家 站在家门口 最眼朦胧地问她 会和自己 外骨掌吗 宫一把她拉了进去 两人在沙发上吃零食看电视 休息日在天台下衣服嬉闹 笑得没心没肺 简单美好的日子 在宫一遇见大学学姐时被打破 学姐听说她离婚了 笑得调侃她 被则太太出轨了不少人吧 让人无事 当时宫一在大学时的称呼 两人很是怀念 聊了没一会儿 金之赖带着前男友来了 学姐很久没见金之赖 很激动 前男友自我介绍 是金之赖多年朋友 跟宫一耳语 我经常听说关于你的事 金之赖故意问学姐 还在和宫一前辈交往吗 学姐解释 两人最近才有蓝碰到 自己还没对象 八卦金之赖呢 金之赖诚实的 正拼命让喜欢的人也喜欢我呢 当学姐看到 她抽烟用的粉色打火机 不禁陷入了沉思 宫一在洗手间私下问金之赖 你看了我的短信 金之赖不懂 她为何还要见学姐 宫一反问金之赖 跟那男的又怎么回事 金之赖解释 很久没见 她约自己吃饭 宫一便说 她和那男的更合适 金之赖上前强吻她 被用力推开 宫一气愤的 她和那男的才是一类人 自己和她不是一个世界 宫一回到座位时 金之赖已经和朋友提前离开 学姐笑道 当初误以为金之赖喜欢自己 直到刚才看到金之赖 还在用那个粉色打火机 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和宫一在一起时 因为宫一还在用前女友送的打火机而吵架 金之赖说想要那个打火机 宫一就送给她了 今晚宫一喝了不少酒 学姐打滴送她回家 不料到家时 是金之赖开门迎接 宫一醉醺醺的 我还以为你跟那个男的走了呢 金之赖熟络的把人搀扶起来 学姐目瞪狗呆 直到金之赖把门带上 都还没缓过来 早上 宫一醒来 看到金之赖又缩在高脚凳上 用粉色打火机点烟 今天的休息日 两人出去钓鱼 宫一接到学姐电话 约了今晚见面 晚上 她俩在外面吃饭 金之赖就缩在高脚凳上 等她回家 宫一回来很早 发现金之赖穿了自己的家居服 便吐槽她变态 金之赖本想亲宫一 见对方躲避 并没了限制要出外面转转 宫一让她快点回来 夜里宫一睡不着 一直在等着金之赖 床上早已变成两个枕头 夜深人静 金之赖回来 熟练的钻进了被窝 学姐被金之赖约出来 一啰嗦 学姐被挑明 那时你看着纯粮 但一直想拆散我们 金之赖请她收手 说自己花了八年 才和宫一走到今天 已经快筋疲力尽了 学姐却劝她放弃 理由是 不能看着宫一 溺死在阴沟里 正说着宫一来了 学姐表示 是自己把宫一叫来的 三人都在场 更容易说清楚 学姐当面问宫一 我和金之赖 今晚你带谁回家 学姐步步紧逼让她选 男人还是女人 宫一无奈向金之赖解释 没办法选她 正常男人都做不到 希望她能理解 金之赖苦笑着说了声好 然而在旅馆的床上 宫一对着学姐却无法识根 学姐很郁闷 气愤离开 宫一到家时 金之赖在沙发上看电影 一脸孤寂地拜托她和自己睡觉 还说如果这次被拒绝 就再也不碰她了 宫一同意了 主动吻了上去 这个夜里 金之赖得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宫一 醒来时快中午了 金之赖主动去做午饭 宫一邀请她搬过来住 金之赖欣然答应 问她知道下周六是什么日子吗 宫一想了想答道 是金之赖先生的27岁生日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金之赖傲着笑了 抱着她说想去北京烤鸭 宫一等电梯时碰到夏鼠妹 问她对红酒了解吗 想送给熟人出生那年的红酒 夏鼠妹当即表示 自己有个朋友很了解红酒 明天让她发个清单来 刚到生日那天凌晨 金之赖就收到了那瓶 自己出生年缝的红酒 感动到要哭 紧紧抱在怀里不让喝 宫一承诺 明年再给她买一瓶 金之赖喜极而泣 人就不敢相信 当晚 夏鼠妹给宫一送资料 过来确认工作 金之赖在一旁 就像个处境小媳妇一样 夏鼠妹还送来了 奶酪蛋糕 请她俩享用 人很快离开 宫一搂着金之赖 去吃北京烤鸭 被两女路人看到 说闲话 宫一立马松了手 金之赖人就 一脸幸福的跟着 昨夜早上上班 宫一看到 夏鼠妹和宫师常务 从一辆车上下来 顿觉两人有猫腻 午餐时 常务约她一起吃饭 直到她今早看见了 怕她误会 便私下告诉她 夏鼠妹是自己的失生女 宫师常务离世了 宫一前去 灵堂拜祭 天下着雨 出来时 看到在角落淋雨的夏鼠妹 宫一赶忙过去给她打伞 夏鼠妹哭得很伤心 又怕被人发现 宫一把她拉进怀里 用伞遮挡 晚上和金之赖一起吃水果时 收到简讯 没等金之赖开口 宫一便安抚到 是工作上的信息 不知公司活动现场时 宫一看到 夏鼠妹玛丽工作 很欣慰 可当金之赖看到 她来有说有笑的走出公司 心里很不安 夜里她又缩在高脚凳上 抬看宫一的手机信息 宫一发现后很无奈 直到她缺乏安全感 就没去打扰 隔天加班回来 金之赖怀疑她和夏鼠妹有奸情 已经知道夏鼠妹是常务的女儿 质问宫一为什么没有立刻把伤服送去干洗 是故意的吗 想要我说的暗示 宫一没懂 金之赖气愤的都沾到粉底了 宫一解释和夏鼠妹没什么 金之赖不信 两人吵了几句 金之赖便说自己和她不合适 宫一表示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结束吧 金之赖伤心的给了她一巴掌 哭得可怜兮兮 分手之旅 两人开车去海边看日出 路上金之赖说她 你比较适合会上门来做炖菜的女生 这话被宫一记到了心里 她提醒金之赖 记得找更专情的类型 能更好珍视你 爱你的人 金之赖离开后 夏鼠妹来了 看到她家的烟灰缸 好奇她抽烟吗 宫一诚实的 那是搬走了前任留下的 说就放在那里 就像没有她 我就会忘记自己的前任一样 等看到夏鼠妹 桌上那张高脚凳 宫一很不顺眼 立马把人叫到床上来 她就才意识到 她的家和她的心里 已经有一个位置 永远的留给了金之赖 为了弄清楚自己对金之赖的感情 她生平第一次跑去同志夜店 面对接连而然的搭设很是排斥 仓皇痛哭 走在深夜的街头 才终于明白她失去了爱的人 休息日 去帮夏鼠妹的妈妈修好柜门 妈妈很开心 晚上回家 宫一发现金之赖开车跟踪自己 她没上前 直接回了家 很快她给夏鼠妹送了转戒 决定再次结婚 金之赖继续晚上尾随她 宫一这次没再躲避 坦言自己要结婚了 问金之赖最近在做什么 过得好吗 金之赖卑微地求她 请让我待在你身边 我没有想过阻止你和你女友结婚 只要每月一次 半年一次 见我一面就好 我会全部按照你说的去做 宫一狠心拒绝 说不需要 金之赖眼睛湿漉漉的 你从最开始相遇的时候 能这么说就好了 休息日 宫一打扫家里卫生时 夏鼠妹带她食物来敲门 说要来做汉堡宝 宫一情不自禁问她 你会做炖菜吗 夏鼠妹一脸懵 以为她喜欢吃 说下次让妈妈教自己 窗帘上周就送到了 宫一一直没拆 夏鼠妹拆开 快做得很漂亮 宫一点了点头 夏鼠妹在她家柜子里 看到她前任 留下的烟灰缸 和粉色打火机 努力装作 落无其事 晚上 我没洗完 宫一便送她 先回了家 金之赖 在楼下的车里等着 两人在家的床上缠绵 这次 宫一主动做了tub 压倒了金之赖 事后 金之赖吐槽 穿脸宠 宫一也同意 金之赖请她 和夏鼠妹分手 宫一答应 明天就分 金之赖 根本不敢相信 宫一一脸认真的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 一起生活吧 这个夜里 金之赖睡不着 说在高脚灯上抽烟 早晨宫一醒来 发现她逃跑了 烟灰缸 还被丢进了垃圾桶 宫一信守承诺 出个夏鼠妹提分手 分得干净利落 她知道 说不定这次 金之赖真的不回来 但是她想等 一个人等 当初金之赖和宫一去海边分手 趁感慨 如果你从心底爱上一个人 这个人 就会成为你所有事情的例外 不过 你可能不会明白 此时的金之赖和前任交在一起 在床上放声痛哭 宫一打扫好家里 洗好烟灰缸 换回窗帘 坐在那张高脚凳上 等她回家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扶居猫的观众大佬们可以订阅下扶居猫 我们下期再见 爱你朋友 我一定会去Glalas的观众大佬 谢谢你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会去Glalas的观众大佬 请27多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